這個被感擾到 好 那我先自我介紹 那我叫宋彥玲娜定曲 那我目前 今年22歲 真的是22歲 對 不要懷疑 對 很多人都會誤認我 是22歲 那我想請問一下 在場有人是 技職體系或者是科大生的嗎 有 好 謝謝 終於有同伴了 對 參加這種場合都不容易走到同伴 好 好 那我今天會分享 就是我過去的實習 然後還有說 大家未來人生生涯 如何規劃的一些方法 那我首先介紹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名字科大 然後是 我往前開的學校 那我們是算台灣 最早在做實習的學校 我們學校50年 那我們每年進去讀的學生 都要進大三 都要去校外實習一年 那這個實習單位 可能就是很多大企業 然後去台作等等的 那我後來去選擇了一間小公司 來 下一張 那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要實習 就請問 在場有實習過 朋友可以舉一下手嗎 好 不最近 請問你為什麼要實習呢 實習是想要 想要就是 提早了解一下 就是工資如何運作的 然後可能可以認識一些貴人 然後帶我們進入社會這一塊領域 那後面還有很想講的朋友 要講一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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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一個角色的那個工作 那你就去當一邊實習就對了 譬如說你想要當歌星 那你就去一間演藝公司 那如果你想要當一個創業家 那你就去一個新創公司去實習 因為實際去 實際進入那個產業去學的話 才是最真實 如果你一直在你老大幻想說 欸 到底當歌星要幹嘛的時候 那其實是有點不切實際 然後有點是憑空亂想的 那你真的去做的話 你才會知道 喔 原來這產業是這個樣子 那 欸 剛才其實應該還有一些東西要講 不好意思 因為他都會干擾一下 那想請問一下那個就是 實習跟打工的差別 你認為 呃 打工可能就是一個例行性的事情 一直在重複人做 那實習的話 可能會讓你接觸一個原本沒有觸碰過的領域 來 後面的張先生 對 打工一定有錢啦 那實習不一定有錢啦 實習不一定有錢啦 那實習不一定有了 對 打到蠻多那個企業主的心啦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如果說 站在企業的話 實習其實是一個蠻好 濫用人力資源的一個手法 對對對 那其實我自己認為看法就是 實習跟打工的目的性是不一樣的 打工只是 目的是要為了賺錢 然後順便學點東西 那實習的目的也反而是 為了要學東西 那順便賺點錢 那所以 以站在 從這個角度來看法 哇 實習我會用比較貼心的說法 傳統叫做 歐薩亞啦 就是學功夫的 你是 如果你要去找一份實習的工作 你一定是要站在你要去學工作的角度去幹 而不是看在他的薪水價格 再去選的 因為你如果常 因為價錢 然後去 放棄你所要學的東西的話 那可能是 有點衝突的 那年輕重點是 錢你了不起一個月 多給兩千塊你就很開心 可是 這兩千塊對你會來說 搞不好不是很大錢 對啊 所以真正的學習才是最重要的 那再請問一下 實習跟正職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來 後面的 張先生 其實我已經猜了 不好意思 沒有Q 呃 所以實習跟 實習跟正職的差別在哪裡 正職有責任 正職 正職 被檢視的地方很好 然後實習的話 你比較有犯罪 嗯嗯嗯 來 好 你了 我覺得實習是 你進入正職之前 你可以去適應這個環境 然後正職之後 那等於說是 這一份工作 就是你的完全的責任 你必須把它放進生活的中心 嗯嗯嗯 那其實大家都說很對 那實習你只是一個 以旁觀者 或是第三者的角度 進入這間公司 那你還不是真的加入這個產業 只要加入這間公司 所以你可以 褲子脫就跑 可以馬上跑 可是如果正職的話 你就不行了 因為這是你真的要做的事業 所以大家在選實習的話 不要去選那一種 就是合約不要亂簽啊 因為我其實進入我這家公司的時候 非常賣命的做 然後做了一年 可是薪水一直也升不上來 然後我就心裡非常歐 那老闆要留下去 因為你是實習生 你不是正職 可是我做工作 卻比正職還多 然後我甚至幫我 我主辦一些企劃書 對啊 所以說在 你要在跟企業組合對談的時候 你就講 你到底是圈那邊被 濫用你自己的能力 還是你真是在學東西 要分得清楚 因為很多企業組其實就是說 啊你年輕就是吃谷嘛 那你進來就是吃點虧啊 未來你就會好一點 其實他只是在濫用你的能力而已 對要看清楚 那為什麼選擇這份工作 我還是一直看求超 那我進入這個學校的話 我本身是讀汽車科的 那汽車科的話 其實台灣是沒有汽車產業 對啊 所以其實前景是非常狹隘的 那 人生的質疑啊 分主要分為兩種 一種就是 你要做 做的是通才 然後另外一種是做專才 那通才的話 你就是什麼都要廣 那什麼都要懂一點 那專才的話 你在一個地方 一個領域 非常深入的研究 那我後來選擇 我是要做通才的這個角度 因為如果你知道 成為一個企業家 或者是 就講創業家來講啊 什麼鬼都要會 像我自己現在會 一點點的寫網站 然後會一點點的美術 然後會一點點的財務 會一點點的行銷 然後我自己的本身的專業技能 也還OK 對啊 那我那時候眼前看到兩條路 如果我繼續走汽車產業專才的話 我一樣嘛 就是 在修車場 然後可能當一個技師 然後可能當一個技師長 那如果我走通才的話 我可能是 變成一個行銷部的主管 或者是在外面開一些 汽車公司 或者是賣中途車等等之類的 那我後來去評估 一個工作了不起 賺十萬 一個了不起 賺兩千萬 那我選兩千萬的 所以我後來就選 好 可以去做老闆來份職業 那我選的就是選 我會做的 然後我愛做的 然後我該做的 這是我跟一些同學 或是學弟前面講的會說 你要選你一個 當然是你要會做的嘛 或者是你會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再來是你一定要愛 因為你要有熱情 你才可以一直支持你下去 走下去這條路 你要是沒有熱情 去做你一件不喜歡做的事 就算再多錢 你真是做不長久 真的 那再來就是 做我該做的 就是說 我到底是要去賺十萬 還是要去賺兩千萬 我認為 我想要改變我生活 我想要改變我的 我的生活環境 所以我選擇兩千萬這一份 所以我選擇我該做的 那我的工作內容 和大學所學的相關程度 其實 你們呢 我稍微介紹我公司 我公司主要是在做 汽車顧問管理公司 然後我做教育培訓 然後有些汽車公司 然後又當技術諮詢 然後反正常回頭接 那 所以我學的東西 其實 跟這個很相關 其實也完全不相關 因為汽車專業 這只是其中的一個 動耗而已 那其實重點是 我是比較 被往行銷部以外的東西 可是我是一個 汽車課畢業的學生 簡報 好不容易才可以做成這樣 不然以前簡報 就是一直靠用那個 PVP的就有了版本啊 對啊 那就是慢慢學習 那 那像行銷也是從學啊 然後像財務啊 像寫企劃書啊 這些全部都是從頭學習啊 所以說 你只會一個東西 真的不是 很夠用 如果你要走通財這一條路的話 你再次什麼都要接觸 好什麼東西沒講到呢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是 唉 這個好像是上一頁沒講到 好補充一下 在選實習的時候 你們要去研究 你們想要進入的那個產業 然後你們要去了解 這個產業 跟現在的當下的情況的未來趨勢 還有這個市場的工需原則 工需很重要 你做的東西要是沒有市場的話 你也有可能是做爽的 因為你賣不足錢 沒有人要買你的專業 沒有人要買你的技能 所以你一定 講時機點啦 能賺到錢能養國自己才是重點啦 對啊 所以你要看 你要去好好瞭解 你要進入這個產業別 要進入這個行業別 跟這個行業未來發展趨勢 這會對你的選擇會比較有幫助 那如果想得到跟我一樣的工作 其實在場應該沒有人可以工作一樣的工作啦 對 因為畢竟我們 我當然是做汽車顧問公司 那我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我做這個東西的話 我大學其實 我從以前就不愛念書 可是我一直就是 保持我的專業技能是保持得非常強 因為我知道 我未來絕對不是靠危機分再賺錢的 我未來絕對是靠 汽車專業這塊再賺錢的 所以我大學就考了兩張以及證照 那起碼這兩張以及 我就算沒有大學學歷 我去企業上 馬上就是一樣有人可以應徵 然後就是可以拿到比較好的薪水 比這一張大學學歷好 所以我會不會 我現在才敢休學 那我稍微 以這設定來講的話 如果說你要做一個通才的 做一個通才的人才 就會盡量就是說你要 會說然後又要會做 因為你如果你要做一個通才的話 你可能是一個管理者嘛 可是如果當你是沒有一點技術 know how的話 那你跟你的工程師在對話的時候 他完全不得可你這個能力的啦 簡單來講說我要做一個網站 結果我跟公司 你幫我先一個網站出來 結果他認為 你又不會 都不懂網站我隨便做做就好了啊 搞不好後台全部亂起來 然後SEO也沒做好啊 結果後來做就亂七八糟 可是你自己又沒有能力去 判別他能不能做好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個通才的話 真的是什麼都要懂一點 你要讓人鑑別他做的東西 到底有不OK 那做通才的話 因為專才我不是網站方向 所以我沒有很深入研究 只是做通才的話 就是你只要有興趣 什麼時候做都不嫌晚 真的 你想想看一個汽車科的學生 可以比你做成這樣 我覺得我自己還蠻厲害的 對對對 我以前呢 真的是色盲 就是怎樣配色就是三原色 RGB而已 那現在開始會調一下顏色的 那開始會去偷用 去下載別人的圖來弄一下 做一下皮面畫設計 那有一個理論叫 一萬小時的專家理論 你只要在某個地方 投入一萬個小時的話 你就是個專家 那一萬一萬小時來算的話 你一天只要花三個小時 那你等下做十年 你就可以專家 那如果你一天只要做 花六個小時在學習建制的話 五年就變成專家 那像大家都那麼年輕 現在還有很多的時間 很多的青春可以去投入 所以你 只要有興趣你就投入就好 那不要管說 欸 到底 未來到底要怎麼用 像學攝影啊 學美術啊 學什麼行銷啊 不過學著看電影 這些都對你外來非常有幫助 所以它會刺激你的感官 刺激你對事情的看法 那當你有越多 越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的話 你會發現 事情不會原本你想的那麼簡單 其實是很多面向的 那可以更清楚的看一件事情的 欸 以前是一件事情的 就是真實的樣貌 哇時間好像有點快不夠了咧 來 那過程中有什麼特別經驗與成長呢 我特別經驗與成長就是我 我進去一間快死掉的小公司 然後小的老闆就是一個 五十歲的創業家 然後以前都是大公司問的 然後後面就是資金很雄厚 所以就是公司隨便燒 燒個三五年不賺錢 還可以繼續活下來 以小公司來講真的是超級厲害 因為這樣說台灣中小企業 只要兩年做不起來的話 基本上都收掉了 但是你還可以做到五年 那我看到管理 然後跟領導 到底是 他到底哪邊沒有做好 那我昨天看一本書 然後他說管理就是 你身為一些管理者 你就是要做正確的事 是正確的做事 你要管理的話 你就要做正確的做事 那如果你是一個領導者的話 你是要做正確的事 那很多現在在管理職的時候 他有時候是在做正 做正確的做事 可是他不一定在做正確的事 這一點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清楚 結果搞不好他做的事情方式很對 可是他方向是錯的 那其實也還是會走向倒閉的那一個方向 那可是很多領導者 他們是方向很正確 可是他們做事能力不是很好 所以他們不是做正確的事 可是如果你要把事情做好的話 你一定要做既正確也要正確的做事 這樣事情才會成功 來 那要如何克服呢 就是堅持然後創造機會 因為你要是什麼都不做的話 不會有改變不會有升級 你就是只是在一個 在自己家裡然後等待機會來 那絕對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一定要踏出自己的市區 舒適圈去跟外面的人多接觸 然後去想辦法創造機會 來改變你目前的狀況 那堅持是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都是有熱情 我可以 我也可以靠著一股熱 然後出來創業幹嘛 然後燒兩個月 算了好我回去了 那可是真的要堅持到最後才是真的 因為很多人就是 創業就是死在沙灘上 一下子又熱情燒完之後就拼不下去了 所以一定要做你真的愛做的事情 你才可以做得長久 因為這條路不是 大家們支持的 好 那我稍微介紹一下我的 街坊成功計畫 因為我加入這個團體 我現在才敢創業 我現在才敢休學 然後我現在才敢 這樣在這個舞台上跟大家接觸 那我是一個做教育的公益組織 然後我們希望 學生 我們目標就是學生在大學畢業前 能知道他自己未來的目標與方向 那我們就相信台灣一定會更好 那時間到了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谢谢 恭喜 每個大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